媒體報導說 農曆年前要發放 我這邊建議蔡總統 可以再晚一點 因為距離投票還有一年 你如果太早發的話 大家又忘了 花花又忘了 這當然是開玩笑 因為這個錢從哪裡 剛剛幾位前輩都解釋過 我要幫陳其邁跟林家榮 講句公道話 那你去年也有超真 你去年為什麼不發 你去年2018如果發的話 說不定陳其邁就當選了 說不定 但這個就是 我跟觀眾朋友報告的 這個是一個主場優勢 發這個這麼有用就是 會有效果 主場優勢跟連任的優勢 我去年級就跟大家報告說 蔡總統她已經進入了 競選模式 政權保衛戰 她一定要用 總統候選人的身分 其實待會我們後面 也會提到說 她的所作所作 這幾天 這個從回廊彈花 一直到這幾天 兩個多禮拜 其實蔡總統 幾乎都整個都活起來 這種大撒幣跟大絕招 我跟大家報告 她只是第一招而已 因為她有很多行政資源可以用 剛剛幾位前輩講到 會不會有買票的行政 在法官跟檢察官認定 他不會認定的是買票 這個叫做政策工具 前天韓國瑜在做共識營 高雄市共識營 韓國瑜很多媒體問他 就說沒有錢 高雄市的什麼願景 跟局所長跟沒有錢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你困在高雄 高雄市的舉債 他就是沒有錢 我們中央政府也舉債 但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工具 遠遠大於高雄市政府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在 我不是去拱韓國瑜要選總統 而是我要跟大家解釋說 一個高雄市長 他是沒有辦法去做 他很多想做的事情 他的證件 他的願景什麼的 不是直轄市的市長能夠做的 他手上沒有錢 對 他沒有政策工具 我給大家看 這個是之前蔡總統 在九合一中 因為輸太慘了 所以他的一些什麼 非和家園都有公投的 同婚的部分都有公投的 交通部的ABS 是唯一寧願下台的 管忠明明天就要去 就任台大校長 年金改革 年金改革一直是被忽略的這一塊 這一塊蔡總統不改也沒辦法 我是建議 其實觀眾朋友 我們需要六個直轄市嗎 我們需要九個國家公園嗎 我們政府真的沒有錢嗎 大家都可以去思考的問題 我們的這個錢單建設 8800億 核四3000億 離岸封墊 這我們之前討論過的 我們的文字館比比皆是 是不是真的沒有錢 然後還要繼續發這個紅包 包括行政院 建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辦公室 這些都是疊床家屋的東西 所以我的結論 是不是請李萊希 這些去做公投 因為2018的公投讓很多 推的社運團體都藏到甜頭 是不是2020這個部分來做公投 讓大家有一個表決的機會 有很多有錢人是不繳稅的 我講過我常常去買菜 賣菜的家裡有兩三種房子很多 他沒有稅 所以他算是月薪三萬以下 對 他根本就不繳稅 很多了 台灣大概40% 40%是沒什麼稅好繳的 甚至於避稅避掉的 對不對 有錢人比我們更會避稅 所以你這種就是不公平 第二個 今天我們講 中國人不管你現在進化到多民族多現代化 自古以來兩個觀念深植在老貴心心裡面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台灣老貴心為什麼對廢手死刑犯非常不滿 你殺人不償命 你可以繼續搞 欠債不還錢 你欠的國債要還 你改年金欠我們的債 憲法上該發我們的錢 那個也是債 你都不還 對不對 拿這個就好像 我看這個場景就有點像 電影上那個附加子 在賭場拼命輸錢 猛簽這個欠條 左邊還給那個打賞 對不對 這個行為不是一樣嗎 台灣 你環境會好嗎 你能想一下明年會好嗎 今天報的那個數字 我告訴你今年可能有些數字好看 為什麼 中美貿易戰要打了 趕快出貨 有很多公司是這樣子盈利衝起來的 第二個 他們賺的錢跟老闆有什麼關係 企業老闆賺的錢 企業下面的勞工並沒有賺到錢 所以你這個分配 剛剛有委員也講了 一家五口的 跟單身漢的 靠爸族的 他們的需求是什麼 完全不一樣嘛 你怎麼分 所以既不公平 又不能夠行之有年的永遠的制度 第三個 我們從小就聽一個故事 人家給你一個雞蛋 這小孩子 開源節流雞蛋 付出雞 雞生的蛋 再生雞 將來買牛買了發 這個錢你應該投資在國家盈利上面的 你不開源 也不節流 養了這麼多黑機關 花那麼多錢 開源 我們的勞退基金大概有四兆多 賺不到一趴兩趴 人家國家賺到七趴 錢到哪去了 回扣拿走了嗎 你這個時候來發這個錢 那不是買票是什麼呢 你今天還有檢調去抓匯選 誰去抓政府這種匯選制度呢 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吧 在我眼裡看跟買票沒有兩樣 對不對 你就是針對那些 一次性消費 對台灣的經濟有刺激起來嗎 你成立一個什麼能夠賺錢的投資企業 讓台灣能夠起來 我們也可以認同你這個做法 而且你這個錢怎麼來的 剝削窮人來了 很不幸的抽菸的很多是勞工 那真的 菸菸來的 菸菸來的 從50塊的菸抽到變100塊的菸 長很多 長很多 他們受不了 我是菸民 我體會最深 對不對 你不能講 還是這個現金紅利的發放者要包含 大家把這個當個TOP 對不對 今天那你做廣告 你問公賣局為什麼還賣菸 那你就不要賣 對不對 要有健康問題你全部不賣 所以這問題我講 收取的手段不正當 使用的方法更不正當 這就標準的是一個敗家值的政府 我們的農民保險半年繳一次 一次繳468 農委會的統計 我們務農的人口大概60萬 可是參加農民保險有100多萬 很奇怪 監察院糾正很多次 農委會連改都不敢改 我給大家看這個數字 這個是行政院主計總處的統計 就是實質經常性薪資 就是不算年終獎金 不算什麼三節獎金 什麼股票分銅分這個 月薪其實我們月薪 三分之一的是不到三萬 所以我們低薪問題嚴重 三分之二的不到四萬 就是行政院的統計 我們的其實低薪問題非常慘 我們的薪資中位數是三萬三 不是賴清德講的四萬八 賴清德講的四萬八算 年終獎金通通降進去 中位數什麼意思說 假設我們一千萬個勞工 第五百萬站在最中間那個 他的薪水是三萬三 所以如果你的月薪 剛好是三萬三 那表示有一半的人薪水比你高 然後有一半的人 可是如果你剛好是三萬三 你是不會被退到的 主持人 你不能把我的梗 都講出來 你講的是對的 你站在最中間那個 第五百萬那個 你是領不到的 因為這個規定 你要三萬以下才領得到 在今年的元旦新年談話 蔡總統他很開心 他說我們基本公司調到2萬3千1 低薪代名其實22K 我們正式跟他告別 他很開心 我這邊要補充一點 而且是因為主持人知道 我有爬文的習慣 這一點為之耿耿於懷 這是一年多以前 2017年的12月24號 蔡總統說他夢想的 最低公司是30K 30K剛好就是三萬 這個事情到現在 還沒有任何一個人告訴我們 他要怎麼達到 有 他三萬以下的要多發一萬 補足 就到三萬了 不過就只有這一次而已 只有這一次 對 只有這一次 跟我想的不太一樣